郭文貴議員 各位議員 現在我們進行第十五份的口頭質詢 在此以立法會名義歡迎梁思張和各位官員 出席今天的會議 下面請宋碧琦議員 多謝主席 自2007年移民政策取消之後 本澳是簡淨低技術移民 和重大投資移民兩項移民政策 前者又是境外人士申請移居本澳最主要的渠道 據統計局的資料顯示 是從06年至15年的上半年 外地透過申請技術移民梨澳的個案 是達到5,797宗 獲批的人數則有6,099人 適度吸納外地優秀專業人才梨澳定居 對提升本澳的社會知識文化水平 優化人資的結構 推動經濟多元發展 無疑是具有積極的意義 亦都是世界很多的國家地區 人口政策的一個通行的做法 有社會的意見反映 本澳移民政策從95年實施至今 已經是有20年的時間 但一直未有進行適時的調整和修正 恐無法適用現時社會的實際情況 何謂人才 評價的標準如何確定 如何與本澳的產業發展 和社會的需求有效對接 始終是模糊不清 公眾亦都是無法及時準確理解 現有制度的實際價值 亦有意見認為有關的政策 對申請者的資格要求不夠清晰 審批的標準過度是寬鬆 僅設置學歷、工作經驗、薪金等基本的條件 門檻是較低 而具體的修讀的專業、專業資格等級別 行業的經驗等具體的細化條件的規範 亦都是不足夠 現有的人才標準 和經濟社會發展需求之間 缺乏精準的匹配 整個人才因選的系統 仍存有不少完善的空間 鄰近的地區香港同樣有接納優才專才 申請移民政策 但因為亦制定了有一套 嚴格規範的評價標準和計分的制度 避免了人才引入上的盲目混亂 香港專才移民平衡範疇 涉及年齡、專業工作經驗、 居民能力、家庭背景多等多項的細則 並且有嚴格的綜合的計分方式 健全的制度亦都是保證了 可以優先選擇和香港經濟、 社會發展匹配到最高的人士 可最大程度發揮人才價值的效應 為此本人提出如下的質詢 二十多年來大批外地人才移居澳門 但由於缺乏公事的制度 社會對輸入人才的專業工種、 職業的經驗、年齡的結構等一無所知 從而產生輸澳人才意義 及價值上的疑慮 請問當國會否考慮 在保護個人私隱的前提下 適度對歷年來移民人才基本的訊息 及獲接納的理據等相關的情況進行公開 保障民眾的知情權 而人才輸入除了解決數量之外 更須持續優化人資結構及提升人資素質 本土技術移民政策 已是二十年沒有做過一個調整 申請人資格、僅限於工作職位、學歷水平、 專業資格、工作經驗等基本條件 過於寬鬆、滯後於現實社會發展的需求 請問當國對此有何檢討 未來如何調整完善移民申請資格及審批的程序 相關的思路或計劃如何 三、當前本號正積極推動經濟多元發展 民創、中醫藥等新興的產業是陸續啟動 整體的經濟是進入結構的轉型期 對專業人才的行業屬性及專業分工 有更多具體的要求 專財引入及審批的政策 是涉及到勞工局、人資辦 或者人才發展委員會等跨部門工作 請問各部門之間未來如何加強溝通合作 以重點配合產業的轉型需求 以提升書奧專財、優財 和社會實際需求的匹配度 多謝 請梁宵長回應 主席 各位議員 首先多謝宋碧琦議員有關的提問 現行的投資者管理人員及具特別資格技術人員 臨時居留制度 即第三斜動2005號的行政法規 已經對於管理人員及及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的 臨時居留許可申請審批的標準 是作了具體的宏觀規範 但為了令到這個規範在實踐上具有可操作性及透明度 同時也讓當事人及公眾更好掌握有關制度規範及其執行情況 特區政府已經透過務促局 將有關資訊 包括接受申請內別的簡介、指引、條件、常見問題、處意事項、審批要求、客觀準則 以及歷年來的數據資料上載到該局的網站 是依供各界查閱及參考的 並且要定期更新 以達至公開及透明 在2014年 貿促局一共接獲了管理人員及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 申請個案是436宗 比2013年減少了151宗 而獲批准的個案是一共277宗 而是比2013年增加了26宗 在交給各位議員的書面那裡 那個數字是去到2015年1至9月的 但剛剛我取得去到2015年全年的數字 所以現在我會向大家講講2015年全年的數字 2015年全年的數字 接獲管理人員及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申請個案 是一共482宗 而獲批准申個案是共81宗 至於澳門貿促局 他在分析有關申請個案的時候 主要是要綜合考慮 例如申請人的學歷 和工作相關的一些專業資格 工作經驗 職業類別 以及薪酬水平 薪酬水平 我們會和統計局所提供 相關行業專業範疇的人力資源 對不起 相關行業申請水平的中位數 又或者是平均數 作為一個比較 尤其呢 亦都會考慮 本澳不同專業範疇的人力資源需求趨勢 和變化情況 對於管理人員 亦都會考慮具備相關的實際管理經驗的年期 以及專業對口這些因素 同時是會考慮到統計局以及勞工局的一些數據資料 是務求充分了解到澳門的人力資源的最新狀況 亦都有需要的時候 亦都會諮詢專責的政府部門有關的意見 並且是需要到配合特區政府的施政方針 和澳門的經濟發展的方向 去作一些綜合的考慮分析 貿促局和相關部門其實已經建立了密切的溝通聯繫機制 去加強一些跨部門之間的合作 去提升有關的工作的成效 而根據上述一些分析以及考慮因素 在2011年至2015年的年底 以管理人員以及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 獲批澳門臨時居留許可 一共1261宗 其中申請人 例如從事教育、酒店 以及旅遊、綜合體、文化、創意、醫療 以及匯展行業的 共有670宗 獲批總數的53% 而為了進一步評估現行的管理人員 以及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 這個臨時居留許可申請制度的具體效用 貿促局一直都主動地去關注 鄰近地區類似制度的發展變化 特別是為了配合澳門經濟社會發展變化的新要求 在現行的法律關卡之下 將會緊密結合特區的實際情況 持續對上述的準則 以及標準作出審視以及檢討 同時也會認真地聽取議員 以及社會各界有關 優化投資居留制度方面的意見和建議 以不斷去優化和完善有關的制度 令到有關的制度可以更有利於 是本澳實現長遠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 我想這裡再補充一下 有關於宋碧琦議員提出的一些想法 我自己都非常贊成 例如剛才提出的 是否可以考慮在保護個人隱私的前提之下 我們是適度對一些 我們這方面的批核了一些訊息 設立一些理由等等 這方面進行一些公開 我覺得除了從一個保障民眾的知識 知情權之外 我覺得這種做法 其實也是可以讓社會 精視到我們吸入人才的時候 是有些什麼的考慮 某程度上也讓大家知道 我們澳門需要些什麼人才 以及那些人才是否符合到 我們經濟產業的需要 所以我覺得這個建議是非常之好 我也希望我們某足局的同事 能夠當然跟我們有關私隱部門的溝通之後 怎樣在這個可能性之下 能夠將有關的知情權或者透明度更加增大 多謝宋碧琦議員這方面的意見 謝謝 宋碧琦議員 謝謝主席 多謝施政 多謝施政 剛剛這麼詳盡的一個解釋 和回應 和一個認同 事實上 人才的需求 從現在的社會環境來講 澳門是有一個很大的訴求 特別我們現在的新興的一些產業 所以在引入的時候 怎樣去引入到一個符合澳門社會需要的人才 這個是很值得我們關注的 從一個制度上去看 事實上我們參考鄰近地方的那個制度 譬如它以年齡程來說 它是有一個計分的方式 以年齡程來說 18至39歲的青藏年的專才 是香港專才移民計劃的優先選擇的對象 綜合評核的時候 可以獲得最高的30分 而40歲之後的申請者的優勢 是會逐漸遞減 相應的評分也都會減少 這個方式可以避免因移民專才年齡老化過快 而達到要退休 對當地服務的時間較短 導致人才的價值不可以好好的發揮 甚至可以引致一個浪費 同時也都很容易引起社會對擠壓 社會福利城市 承載力等方面的疑慮 所以在這一方面 特別在現時也都聽到不少的意見反應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有些的教師的類別裡面 可能在引入他的工作經驗是很豐富 在世界環球裡面的資歷是很深厚 但是可能在年齡上達到退休的一個時限 導致他可能服務了澳門兩三年 他可能就申請了退休 事實上這樣去處理引進 是否符合我們一個社會的所想要的一個需求呢 或者我們希望他可以為澳門服務的時間更加長 所以在這一方面 政府是否會積極考慮去研究一下 在我們現在的專裁 或者我們的一個技術人員 引進的這個制度裡面 可不可以參考一下香港的制度 以一個計分 或者是將一個標準更加細緻化去處理 請政府回應 多謝宋碧琦議員這個提議 其實這個提議是挺好的 例如我們究竟是不同的需要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打這個分 我覺得這個是很有實際意義 剛才提及到的 我們是否將某一些年輕的人 特別打分高一些 以便他更加容易被吸納作為澳門的 和澳門產業發展所需的人才 我想這個方向是可以的 不過我們都覺得是要綜合考慮問題 因為其實例如說 剛才我們可能考慮就是 他是相對年輕 他能夠為促進這個產業發展 能夠付出更多的力量 當然我們從一個年齡方面去考慮 但也有些行業 可能他本身年齡相對是比較高 但是由於 例如很簡單我們講一些 明中醫 他可能在這一方面 可能需要一些經驗 他才達到某一個 將來他來到澳門 產生的大教等等 這些功能的情形之後 可能我們也有需要不同的考慮 所以我覺得 都是需要實事求是的 就是說他 是從事哪一個的職業 他來到澳門之後 他為我們的產業 包括本澳人才培訓 起到什麼作用 我們去綜合去考慮這個問題 是吧? 我覺得這個更加是實事求是 所以呢 我們都是會要求貿出局 第一要根據我們人才發展委員會 行政長官領導的人才發展委員會 考慮到我們澳門需要什麼人才 第二點呢 也都是需要考慮到 我們本身的產業發展 需要什麼人才 其實就算同一個產業 它在不同的發展階段 它可能呢 它那個都需要不同的人才 或者是有不同的考慮 甚至乎打的分數都可能要調整 問題就是怎樣能夠 好像宋碧琪議員所說 將有關的一些的標準 是讓社會掌握 如果當這個透明度加大的情形之下 是更加顯示到 特區政府是希望引入 一些什麼的人才 去符合我們什麼的產業發展 我想這樣的情形之下 加大的透明度 讓整個社會都知道 我們有共同認識 知道我們這個產業 往哪條路走 我想這個是很好的一個建議 所以這方面來講 我們都希望 貿操局 既要科學去判斷 這個打分的制度 同一時間 也要適時地 讓社會掌握 以便大家都知道 我們需要什麼人才 以及什麼人才 會入到澳門 出眾到什麼產業的發展 也都是 將一些我們的想法 和各位交流一下 謝謝 各位議員 我們完成了第十五份的 有了 陳奕入議 不好意思 多謝致席 司長 和你的回應有兩個問題 我想了解少少 第一個 就是2015年 全年申請的有482宗 但是批准的個案 只是81宗 我計一計 就是這個成功率 就低於20% 我想了解一下 為什麼成功率這麼低呢 是由於本身那個 申請人 是本身都不清楚 只不過是希望駁一駁 或者是 反正我第份表 最後又 又不行的 是這個原因 或者是其他事情 或者是很嚴的 所以只剩下 20%以下的成功率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 11年到15年 總共這五年來 居留的有1261人 一宗 主要是申請教育 酒店 旅遊 民創醫療 都會展 都包括了 總共是667 我想再了解一下 其中的47% 還有592宗 他們是哪個行業的呢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謝謝 鄭文廷議員 多謝主席 多謝師長 各位同事 其實今天我也有個追問的問題 剛才的數字就是看到 管理及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 就有482宗 即是去年來計 其實這裡有沒有包括到 我關心的是投資者 因為澳門現在需要的就是產業多元 那麼我們對於這些投資者 你有什麼數字 或者有什麼令到他來澳門投資 做產業多元化的 關於投資者方面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澳門要多元化 要國際化 那麼其實在這方面 其實對於投資者 好像他來到 這個投資者來到澳門 可能他很喜歡澳門 他促進有多少的就業 可能交了多少稅 或者是令到澳門有什麼 新興的發展 那麼這樣是不是其實 也都可以通過這個 引進專才的計劃 或者引進優質的投資者方面 其實有沒有這方面的措施呢 還有這個 因為我們很多企業 現在我們經常針對哪些企業 哪些大的博企引進專才來 那麼你就引進他們 但是有些不可能想來澳門創業的 可能或者想來澳門做多元化的 澳門 那在這方面呢 希望施長在貿足局方面 有沒有說更一步的吸引的措施呢 麻煩多些解釋一下 請施長回應 或者我等一下這些問題呢 就分兩部分 第一部分先講講呢 是大家發覺到呢 我們在2015年 確實我們獲批的申請是下調的 那麼等一下或者請我們主席呢 是向大家講講裡面 是有些什麼類型到 但是其實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在2015年之後呢 我們覺得呢 我們對於這個管理人員 以及具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呢 這個臨時居留呢 我們更加用剛才那種理念 究竟這些人才 是不是真的我們澳門產業所需要的人才 過往我們是不是就是 咦可能到了某一個有公司請 到了某一個薪金等等 諸如處理某一個職位 那麼呢 我們就覺得它符合這個資格 那麼在2015年之後呢 我們要求貿足局呢 是更加仔細地去分析我們行業的需要 那麼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本身 有些的可能是過往一些行業 在發展初頭的時候呢 可能真的有需要輸這方面的人才 但是當我們發展到某個階段的時候 同一種的人才的時候呢 是不需要再透過這一種這樣的制度進入 可能呢 是已經我們已經是有足夠的人手在了 因此呢 我們的拒絕批准這個個案的機會呢 就會大了 那麼所以正如我們就是剛才 大家向大家介紹就是 我們要考慮 在當時的時候 以及澳門以後的經濟發展 是否是有需要這些的人才進入 那麼我們考慮問題 那麼因此呢 在這一方面有這些數字的下調 這個呢 也都讓大家掌握到 我們用一個這樣的思維去考慮問題的 那麼或者請回主席呢 向陳奕立議員呢 以及鄭安婷議員呢 介紹回剛才的一些數字 好嗎? 謝謝 多謝 多謝 司長 主席 各位議員 那我想我講講呢 就是 剛才兩位議員呢 提到就說呢 2015年呢 那個批的數字呢 是減少了 批了81人的 81宗的 那麼其實呢 我想這個是 主要我們在審批的時候呢 就是 剛才提到呢 我們會綜合考慮 申請人的那個 學歷啦 經驗啦 專業資格啦 那麼也都會考慮 哪間公司是請的啦 那麼 的確呢 我們是 是嚴謹了的 比以往呢 是更加 也都參考了 其他輪延地區的 的 的 的方式 那麼就 所有那個人數 今年呢 就說批的人數呢 是 相對來說呢 比去年是 是少了的 那麼就是說呢 不批的人數呢 也是多了 那麼另外呢 就是 你提到就說 在 2011年到2015年呢 就批了 1261宗的 居留申請 那麼其中是 嗯 教育事業的 酒店啊 旅遊綜合體啊 文化創意啦 醫療和匯展行業呢 是 佔670宗的 那麼 是 總的 是批做是 百分之三 而其他百分之四十七 是涉及哪個行業呢 那麼 其實 我看回 就說 還有其他你說 航空啦 銀行啦 還有一些是 向企業提供一些服務的 例如商業顧問的 一些的 保安服務 製造業 都是 包括在裏面的 那 所以這個呢 就 我們是沒有列出來的 那 我的 鄭安城議員 想了解重大投資 是 是 重大投資方面呢 就是 其實那個數字就 這個是 專記的數字 而已 重大投資呢 就是我們 今年呢 就是 一到九月呢 是批了是 七宗的 那 而 申請的 個案是 應該是有 八十一宗 八十幾宗的 那麼我們今年呢 是批了七宗的 今年 好 各位議員 現在我們完成了第十五份的 後頭質詢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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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